hello 大家好 我是双鸟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 苹果WMDC2023上发布的 应该说是第二强的Mac产品 第一的是Mac Pro他又更新了一下 就是那个Mac Studio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性能怪兽级别的 当时在现场我就简单体验了一下 但是今天到工作室我们就可以测一下 包装盒方面和之前没有任何区别 我们这台是24CPU 76GPU 然后128加上4T的版本 这和我们之前的那个是差不多了 电影线和之前毛区别没有 外观ID方面和之前也是一样的 非常规矩的一个大方盒子 然后前面三个接口 然后具体的接口信息 我们直接先给大家打出来 后面是非常丰富的 然后三热孔 然后下面一排 这个C口 A口 还有HDMI 侧边是它的一个电源键 还有这个网线接口 各个角度看过去 那个金属的质感都是非常强烈的 然后顶部这个边缘其实是非常锐利的 OK 不废话了 我们马上测一下 这颗M2芯片和上一代一样 依旧是两颗MAX芯片 通过Ultra Fusion封装架架相连 在核心输入带宽边界码器等等规格上 理论上都有两倍的提升 那咱们酷哥的胶水这次怎么样 实测走起 先看CPU部分 Cinbench R23 M2 Ultra单颗是1737分 和MacBook Pro上的MR Max 1734 几乎一样 和以往M1 Ultra也是一样的作风 多核28925 比MR Max提升约1.96倍 看来在CPU这块 这胶水并没有太影响多核效率 当然CPU的功耗也是水涨船高 M2 Ultra实测 R23多核约为65W 对比Max的33W差不多就是两倍功耗 再来看Gebench 5 同样对比MR Max Ultra 2075分的单核和Max就相差一分 大家把稳这个字打在公屏上 多核成绩上是Max约1.87倍 基本上也是两颗Max芯片的成绩 如果和M1 Ultra对比的话 之前那台Studio我们频道也做过详细测评 这一代就提升了约1.2倍的性能 所以说如果你之前有M1 Ultra的Studio 现在换感知可能不太明显 GPU方面宇宙无敌好玩3D游戏3DMark WideLife Extreme 离屏测试 Max Studio M2 Ultra直接跑到了46281 是MR Max的1.84倍 如果和上一代M1 Ultra相比的话 直接提升了约35%的性能 相比于CPU约20%的提升 这一代Ultra GPU性能确实要提升更大一些 也更加明显 这也符合我们前期预测的结果 毕竟MR Max摆在那 感觉以后哪个计算器就能算出来 MR Max的成绩了 GFS Bench 1440p Aztec 离屏 MR Ultra跑到了629帧 我们查看GFX Bench的排名 高于RTX4070Ti 已经摸到RTX4080的屁股了 当然 游戏生态是不一样的 不能这样简单横向对比 那么问题来了 除了死亡搁浅 什么时候支持原生游戏多一点 自己对比的话 上一代M1 Ultra约为482帧 MR Ultra直接提升了约30% 但是你应该也发现了 MR Max的成绩约为400帧 Ultra却只有629帧了 这个项目只提升了约1.58倍 我们看了一下之前M1 Max和Ultra 它对比也是如此 不知道是不是软件适配 还是利胶水 在GPU方面就没有那么高 OK 综合各种实测 其实和当初M1系列的结论差不太多 两块Max拼在一起 不一定能够达到2倍的性能提升 但是也非常厉害了 几乎就是1.8倍的提升 那么问题又来了 什么时候能够给我沾4个MR Max 来个MR Ultra Pro Plus OK 落地实际体验怎么样呢 买这么一台Ultra 必须是为生产力服了 我们这台官网选完了是53999 看完这个数字相比之下 是不是感觉Vision Pro跟白眼一样了 之前实测MR Max也很强大 目前466有这两个处理器可选 下面有对比 你注意看自己适合哪个 实测首先渲染环节的老朋友FCP 在M1Ultra的时候 视频预览的流畅度 可以说是秒天秒地了 面对M2Ultra 我们直接在之前的基础 10条4K H265 75兆码率的视频上 再给它翻到20条 结果没想到 竟然一点压力都没有 再加5条依然从容 注意看这个画面 这可是有25个4K视频在同时播放 顶这个字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 最终极限是27条 相比于M1Ultra的极限18条预览 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 看着这预览窗口 密密麻麻的素材 剪辑效果应该知道 压力有多大 而且M1Ultra但凡再强那么一点 我们准备的测试素材都不够了 在测试输出时 说到编辑效用递减 以及软件能够调用的硬件资源限制 这速度照小弟M2 Max 并没有翻倍提升了 相比M1Ultra在输出H264 ProRes 422 提升分别有17.5%和23.4% 这个感觉没有前面那么猛了 主打调色的达芬奇利 我们先上5条尼康Z9拍摄的RAW视频 经过简单的调色还原 前代大哥M1Ultra的极限就是5条了 而在M2Ultra这里就又不够看了 为了测试出极限 我们只能往时间线上又加了 佳能8KRAW素材 1条 2条 3条 4条 5条 面对时间线上的10条RAW素材 M2Ultra表示还能继续 在达芬奇中输出ProRes 422HQ的文件 Ultra翻倍的核心规模发挥的零礼禁止 47秒就完成了渲染 相比于MR Max提升了42% 照M1Ultra也提升了11.3% 这次M2Ultra的神经网络引擎 还是和前代一样的32核心 在通过机器学习为图像优化放大的时候 无论是21K的小图还是8MB的大图 M2Ultra的处理速度相比于MR Max都有了明显进步 不过和M1Ultra相比感知并不多了 A1的渲染上压力较低的 就比如说我们数据库常用的各种表格 我们测试了多次 这个M2Ultra和Max耗时都差不太多 在重度动画渲染中 大哥的速度确实要更快一些 对比MR Max有近三分钟的领先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测试的太早 这适配的问题 这个提升还是不如前面那么明显 和M1Ultra相比也是领先有限 硬盘读写速度方面 我们这台4T版它的峰值读取速度 已经超过了7000MB每秒 写入在5800MB左右 对比前代我们这台属于同一梯队 老款稍慢主要是因为我们 塞满了各种各样的文件了 对比一下4T版本的 MR Max和MacBook Pro 二者的成绩差别属于正常无差范围内 咱们就从生产力等于剪视频 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在M2Ultra在FCP和达芬其中的表现 还是非常亮眼的 不过目前在A1环节中 系统调度感觉还没有发挥出 Ultra的全部实力 从M1的经验亮相到M2Ultra的更新 确实少了那种披荆斩棘挑战一切 翻天覆地的感觉 但是这个提升还是能够看得到的 OK最重要的主观的选购建议 Max Dildo这个防盒子算上老款M1Ultra版 有三台这种家伙买来 那就是妥妥的生产力工具 这个吃饭的家伙 如果你是之前的老款 前面测试也看到了 这个升级感知目前没有那么强 用老的就可以了 如果你正准备新入手 那就一步到位 直接上M2Ultra的版本 预算有限的话 我们建议的是这个39,000和42,000的版本 听起来这微生普通话 好像确实不贵 存储空间选的低一些 因为反正4T估计你都不够用 你自己外置SSD就可以了 至于中间的这个MR Max的版本 如果你是工作室使用 就不动放在那那就OK 个人的话 其实我们还更建议选择 同处理器的MacBook Pro的笔记本产品 更加便携 这出了速度其实也OK 我们给内部制作组 小伙伴们配电脑的时候 其实选择后者的确实要多不少 希望能够给你一些参考 苹果这两年Mac产品线的所有新品 其实在我们频道里边 基本上都有单独测评 如果比如说你想买一些 之前型号的一个机器 大家都可以翻看出来 然后跟现在这个做对比 尤其是ME Ultra的时候 当时那台Mac Studio 当时它首发嘛 然后我们也做了非常详细的测评 都可以翻看 可以跟它对比一下 因为外观都是一模一样的 就看你的性能需求如何了 估计有很多小伙伴们会说 这个看网上的视频 这个生产力等于剪视频 我在这再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因为这些up主 或者说这些博主 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剪视频 他们对于整个视频 或者说影像这一块 是比较专注的 就是包括我们自己 所以在测试的时候 难免都会选择自己最熟悉的领域 如果你要是有其他方面的 比如说3G渲染 或者说仿真 这个其他类型的 然后大家可以去专门搜一下 然后或者说要明确一下 这些软件在Mac系统上的支持的情况 然后再去做选择 OK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产生了一点帮助 可在下方我们点个赞 特别感谢 更多的一个精彩 大家在全国搜索观众叫白斯宾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